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去课咱们讲了一下PDO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干嘛 创建PDO对象 对吧 重点就是PDO对象中的DSN 对吧 这个大家要理解了 创建对象就没问题了 这是我们上几个课写的代码 看一下创建出PDO对象 对不对 那有了PDO对象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使用PDO中的什么 这么多方法了 看到了吗 用这么多方法 这些方法呢 咱们基本上咱们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对吧 但咱们现在开始使用这些方法吗 先不着急 对不对 如果从上往下使用方法没有规律的话 大家不会去用这些方法 对不对 所以咱们通过一个独立的功能去介绍每个方法的应用更好一些 首先 我想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任何连接完数据库都可以获取一些服务器端的信息之类的 对吧 像这样的信息 我们怎么获取呢 你看这里边的方法 比如说想获取客户端的版本 服务器的版本 对不对 那这里哪个方法是获取的 没有哪个方法是可以获取的 对不对 而我们使用过程化的那个mysel扩展 是不是里边要给我们提供函数 对 我们轻松的一定要函数去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函数肯定是没有mysel扩展的函数多 对不对 这方法少 有的说了 你还说这个功能比mysel扩展功能还强 对不对 他都没有那些方法了 没关系 因为那些都是属性信息 对吧 这里边pdo里边有属性了 压根一个属性都没有 属性信息还没有 那怎么获取到呢 所有那些都是固定不能改的东西 它是常量 也就是我们再回过来看下pdo 看一下 这是pdo对不对 这里边分几个吗 有没有一个预定常量 有 pdo方法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是你看一下 这么多常量 看到了吗 看到了 是不是多的眼花缭乱呢 对不对 我也有一些没用过 对吧 那我没用过的大家估计也用不到 对不对 所以咱就挑一些常用的 咱们用一下就行了 那比如说像这个pdo 我想获取什么属性 客户端的版本 服务器端的信息 那我怎么能回到我这常量我直接写就行吗 你看它是常量跟类有关 不用对象就可以用 对不对 那我这样用能行吗 我把上面的代码都注射掉 看一下 看一下 我这样用能行吗 想象一下可不可以 常量就是一个值啊 对不对 看一下 五 它只是一个常量的值是五而已 对不对 肯定过去不到吧 你想象一下 假如说这估计客户端还好说一些 对不对 我现在就在客户端了 如果过去服务器的话 你不连接哪个服务器 你怎么知道它的版本和信息 知道它是什么数据库 对不对 肯定有个连接 所以这些常量直接显示的值是没意义的 对不对 要把它放在用pdo对象的一个方法过去到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pdo对象里边有一个方法 看一下 这是pdo对象 这是pdo对象的方法 对不对 有一个get attri得到属性 attri bot 对不对 那这个属性 我看一下就可以获取属性 什么属性 你看 像这些常见的一些属性 是不是我们都能获取到 其中我们有个是服务器的信息 服务器的版本 对不对 客户端的版本 是不是都可以 我们记得这pdo常量 前面一定要加pdo 大写pdo冒号 对吧 四个冒号 两个网号 两个网号 这样 所以我想获取属性 必须得用pdo连接上这些都好之后 然后 我们称呼 什么的pdo对象中有个get attirabute得到属性的方法 然后我们把常量怎么当 这块 传进去看一下我这边再换个行 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再执行一下 是不是看到这个信息了 我想知道服务器的版本的信息的话 这里边你可以比如说服务器的版本 我同样再写一个 iPhone导入PTO里边 getA-T-T-R-I-B-O-T 直接传入这个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 5.6.12对不对 其他的值我就不用一一给大家试了 你看这些值都可以获取到 这个获取到什么 是否自动提交的 这些属性干嘛用的 大家可以这样看 我在课件里边 在课件里边 我把用法都一致 我把所有属性都获取到了 分别什么 PTO是否自动提交功能 一就是自动提交 已经怎么开启了 零就是关闭 对不对 看过去的值是一是零 当前PTO错误处理方式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表着自断的字符大了 写是否转换了 然后与连接状态相关的信息 后边这常量是不是都有了 对 然后空字无数是否转成这个 应用程序提前获取书记的一些大小 对吧 与数据库特有的服务器相关的信息 版本号信息 这些是不是通通都可以 对对吧 那更方便一些 我就不一个一个敲了 可以干嘛 我偷个懒 都拿过来对不对 我把这个都换成 压 这样在页面我们就能看到对不对 好 PTO对下我们也不需要了 注入掉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这些是不是都有了 一说明怎么的 自动机交是对吧 是开着的 现在是自动机交 当天错误信息量了 这个理由是一个状态 咱们都可以查到什么值 对不对 与状态有关的信息 对不对 服务器的信息 版本是值 是不是该要的 这些值都有了 对不对 那这些就是我们获取服务器的信息 用这个就可以 对吧 嗯 能获取我们能不能设置呢 比如说像前面说了 这个自动机交开着呢 我能不能把它关掉啊 对不对 这可不可以呢 可以 对 既然有设置 有得到值 那我们这里边PBO方法 有没有一个site 设置属性吗 要 存两个值 属性名和属性值 对吧 那比如说 这个 我们现在自动提交 这个 就拿第一个说 自动提交 现在是开着 是关着呢 一说明什么 自动提交是开着呢 对不对 那后期我给大家讲 什么是自动提交 先别着急 先看这个值有没有变化 好吧 那我们现在 怎么把它关掉呢 给个假值就关掉了 可以省PTO里边 Site A T T R I B O T 设置属性 第一个参数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自动提交这个 看到了吗 第二个参数 我只要给个假值原来是1 现在我们看一下结果是几 手机变成零了 对不对 说明我现在把自动提交是不关掉了 对 所以有一些属性 像是服务器信息这一动就没有必要设置了 对不对 那哪些职能设置 我们可以点一下什么 这个方法 你看这里边告诉我们都哪些能设置 而且能设置的只有哪些 这里边都有给我们提示 对吧 比如说这个也是咱们经常弄到的 对不对 所以给我管存 咱们有时候经常设置 刚才我设置是不是自动提交 对吧 你看这里边能设置的值都在这里边 对吧 我们看这里边还有哪个是常用的 超出时间 错误模式 也就这么几个 对吧 现在了不了解 可以设置 可以取值了 对吧 那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创建PDO的时候 创建PDO对象的时候 点开PDO 构造方法 是不是他说有个最后一个参数 咱还没说过呢 对 那最后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跟驱动的什么 优化有关的 有些属性优化有关的 刚才我不在这船 我用设置属性的方法 可以改变一些属性设置 对吧 那我如果不用这个设置方法 看一下 我通过第四个参数 我同样可以完成一些设置 所以第四个参数不用 是不是用这个 差不多 对吧 那第四个参数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怎么做 那设置属性 这个如果设计多个属性的话 我们是不是写多个这个就可以了 写多次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当然属性不同 对不对 那如果在这个位置 我就能设置一个吗 那就不太好了 那设置一个呢 就固定了 能固定的话 那干嘛 写别参数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参数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什么参数 看到了吗 数组参数 说明我们可以设置多个对吧 那同样 比如说 既然是一个数组参数 那数组的下标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 对 这个属性 看到了吗 那值就是什么 比如说假 对吧 我原来没设置这个是不是一 对 现在设置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去掉 是不是 它直接怎么的 使用这个属性名就可以 是不是假呀 那我想设置多个属性的话 我是不加多号加多个选项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大家是不是了解 第四个这个参数了 对 对吧 那还有一个我们重要 有的时候需要调的 是一个什么值呢 是这里边 我们找一下 我们今天有的一个就是 是否持久连接 找到这个预定长量 这个属性不太好找 我们找一下 看一下哪 跟属性是吗 上面的也都不是 ATPR 服务器的信息版本 驱动名 网络空 PTRSAT 这个 你看 一个持久连接 对不对 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们在服务器端 也就是默认的 它不是持久连接 那什么是持久连接 和非持久连接呢 就比如说 像我们打电话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妹子咱俩没事的时候打电话 对吧 那假如打完之后 说完话 是不是就把它挂掉了 对 对吧 对 那这个就是非持久连接 然后再有事 是不是还得拨号 那每次连接过程 是不是这时间慢 等待 是不是那段听 等待的声音呢 对 然后通了之后才可以说话 对 那每次说一件事 咱俩得 打一次电话 对 通一次电话 那这种连接就是 你想用连接书 结果每次都是独立的连接 对 这样连接的话怎么办 连接需要占资源 对吧 那什么是持久连接呢 就是妹子咱俩 对不对 第一次拨通了 就不挂了 一直连 对 一直连着 然后呢 有事的时候 说事 没事的时候我也不挂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效率是不是稍稍高一些啊 因为一直连着 但是缺点什么呢 电话一直连着 那别的帅哥给你打电话 能打进去吗 是不是打不进去啊 所以呢 这是 当然了 那这个跟打电话不一样 那连接呢 它有多个 在服务的买 可以设立的 大小能连接多少 对不对 但是连接一直占的资源 也是一种浪费 对吧 所以呢 这两种根据你的情况 去选择持久连接 和非识连接 对吧 那怎么改变持久连接 和非识连接 如果在买一个过程的方式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买CQ 什么 效果线pconect 用这个函数就可以变成持久连接 对不对 而在我们pdo里边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改成谁啊 用前面刚说的 这个属性 是吧 这个属性 我们只要把它加到这块来 给它值变成什么 变成1就改成什么了 持久连接了 我们看一下 当然这块 你现在看不着信息对不对 因为我没获取这个是否持久连接 这个 这儿获取到了 这个 对 这块是有一个 有个值吧 这个 是不是改变了 原来是零 对不对 这就是持久连接的一个方式 看到了 嗯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内容 主要介绍大家 如何用pdo获取跟数据库有关的一些属性信息 对不对 也如何设置一些属性信息 那采用的方法就是可以通过第四个参数 但是不常用 还可以通过什么 还可以通过赛设置属性 对不对 对 可以通过这些获取属性 那具体哪些属性能设置 能获取 是不是手册里边都有提供啊 对 所以大家需要的时候就到这里边去找 好吗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什么内容呢 与临机有关的学校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